從今次梁振英疑似前劍視例為章 若梁振英訪校當年董建華自動向中央請辭 和交代他當年所買下的單位是否已經存在於前劍 按照小麗角度不時專業的分析 按照香港法上專業的分析 未必一定要立刻下台 因為俗語有句說話 退五步笑五十步,退五十步笑一百步為例 梁振英的錯 當然與唐英年相比肯定不相伯仲 但是我們全香港市民可以忽略了一件事 當年唐英年的淺見風波 不過,全香港市民,包括傳媒 除了依靠高架單軌消防自動電梯去觀察 唐英年大閘之外 唐英年在競選期間 官唐英年約到上空直升機不停盤旋 去觀察 當年唐英年的大閘是否有前劍的情況出現 以這小弟的卑鄙小人行為分析 可能上空直升機是梁振英 當年的團隊為了打擊唐英年 現在梁振英下個月當選特首 當年有分析唐英年的團隊 包括大財聯都可以租用一架私人直升機 在梁振英手空盆旬 再加以觀察,聘請專業分析 梁振英有沒有出現過淺見問題 這一招以小人之道環之小人之心 在香港的商業健一社會已經是司空見慣了 所以小弟認為香港目前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 若然梁振英真時請辭 不做特首或是梁振英暫時臨時 世成騎虎難下之下的情況下 被遇到香港特首的位置 我勸梁振英各下老實交代 包括當年的新聞圖片 因為現在香港的環境 當年有份支持,支持唐英年的團隊 或者他的朋友 基本上都不會以梁振英 依靠中央支持 向香港五大地產商和大財團對著國 抗拒和希望梁振英及早下台 若然梁振英下台後 他們以香港五大地產商 又可以對中央農虛作假 否定香港普選不利 香港社會穩定 和政府危害中央 所以小弟認為 如果要防止慎防香港大財團 再次重新駕馭香港行政事務 最好方法 除了慎防梁振英下台之後 再重新普選行政長官之外 而香港的立法會 行政立法會 可以單用臨時特首座理角色 如何做呢 按照美國當年 甘賴迪如刺 尼克遜水門事件 以後的處理問題方法一樣 香港行政議會 可以暫時支持一位 行政議會不降成員 包括行政議會首長 暫時處理香港特首工作 按一段時間之後 或者一年之內 再重新編排檢討 競選特首的方法與程序 重新普選香港特首 選一位能夠與中央、台灣、全世界 更加共識的香港特首 當然 甘任權立刻出局 多謝